我们再把目光回到中超赛场来看看这一轮中超联赛其他几场比赛的结果 其中有两场都和逆转有关 首先要看的是一场南北交手辽宁红运队在主场迎战深圳红钻队 深圳红钻就是在客场2比1击败了辽宁红运 辽宁红运队在本轮之前继22分排在北京国安队之前位列中超第五位 作为升班马辽宁队显然希望能够继续黑马的走势 客场作战的深圳队近来也是状态正佳 他们在两轮比赛当中拿到了四分 目前已经摆脱了降级圈 比赛开始之后 深圳队的防守显得有些松散 辽宁队马上抓住这一漏洞 第十九分钟 于汉超送出妙传 新进加盟的外援何锡马为辽宁队率先攻入一球 深圳队多达五人的后防线形同击手 失球之后的深圳队展开反击 他们虽然创造了一些机会 不过最终的射门军力度不够 反倒是辽宁队的反击打得有声有色 于汉超的远射更是惊出了对方门将一身冷汗 第三十二分钟 外援何锡马甚至获得了为辽宁队扩大比分的机会 他调射破门 只不过这笔进球因为阅为在先 背叛无效 上半场结束 辽宁队在时已一比零领先 一边在这 深圳队逐渐找回了进攻节奏 第六十七分钟 深圳队扳平了比分 日服科威西开出脚球 圆林投球破门 此后扳平了比分的深圳队并没有停下进攻的步伐 第七十一分钟 刚刚上场的外援基伦便获得了绝佳的机会 他的打门与进球差之毫厉 基伦并没有失望太长的时间 仅仅十分钟之后 基伦又一次获得良心 这一次他没有浪费队友的妙传 二比一 深圳队在客场完成了逆转好戏 辽宁队显然不能接受 这样的结局 他们在随后的时间内疯狂反扑 第八十四分钟 辽宁队获得锐球机会 虽然丁杰的射门被弹出 但随后杨善平还是完成了一条威力颇大的射门 深圳队的门将化解了这次危机 五十三分钟之后 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音 深圳队最终在客场二比一战胜了牛宁队 天日频道综合报道